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对了 在太古 这天本该是回丈母娘家拜年的日子 可是每年范瑞斌一定要先来师父家 好酒好醋 还有老两口最喜欢的点心 吃着徒弟带来的饼 师父师娘从口到性皆是甜蜜 在山西太古 春节家宴上的菜肴一定要以鸡打头 而且必须选一只成年公鸡 卤制挂护 油炸出锅 一整只鸡金光灿灿装入盘中 这道菜名叫香酥鸡 关于这道菜的吃法 太古人颇为讲究 一定要先打鸡 打鸡的谐音是大吉 太古人相信 过年打鸡 新的一年才能大吉大利 范瑞斌是杜胡的关门弟子 两人的关系虽不是父子 却胜死父子 徒弟冲锋在前 师父掩护在后 在鸡看来 不看菜脯闯鸡窝的厨子最可怕 三下两下就拿下 就是最想抓的那只 太古有过年捉公鸡吃鸡肉的传统 这里地处晋中平原腹地 自古便是山西的交通疏连 素有汉码头之称 明清时期 太古富商巨谷云集 票号林立 过去晋中商人家中有很多伙计 春节常常不能回家 于是冬家就在大年三十晚上好酒好菜犒劳大家 春节宴席上一定要有香酥鸡 由冬家先拍打鸡身 希望新的一年大吉大利 于是过年打鸡吃鸡的风俗一直延续直进 杜胡和老伴经营着一家餐馆 平日里每天下午五点出门上班 其余时间由徒弟范瑞斌帮忙打理 范瑞斌不仅是徒弟也是店里的大掌柜 每年他一定要给师傅做一道香酥鸡 讨一个好彩虎 饭店生意红火是师徒二人共同的新年愿望 屋外范瑞斌忙着准备香酥鸡的食材 屋内饺子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过年饺子总是充满神秘感 人们不知道哪个饺子里藏着好运气 由老伴带领的包饺子队伍占据厨房 杜胡已经摩拳擦掌 只待收复厨房阵地一战身手 老将终于上场 做香酥鸡一须卤二须炸 卤料的配方各家大同小异 味道的微妙区别来自掌勺者的直觉和对细节的拿捏 一点老抽渲染 鸡皮呈现诱人的金褐色 翻滚的汤汁一点一点将调料的新香 浸入鸡肉的纤维之中 中国父母习惯把关爱融进一菜一饭 窗台上晾晒的咸菜红枣 是母亲为儿女准备的美味 鸡卤制完成 此时距离它成为香酥鸡 只缺一身黄金盔甲 范瑞斌负责量体裁衣 穿戴盔甲看似简单 实则繁琐 它这个地方 鸡翅上 糊厚一点 好的 要不要糊厚 红色都没透 浇荣的墨上 炸出来吧 它就比较形状好一点 好好好 好 没白教你 现在行了吧 师傅 你看 当鸡与热油相遇 热闹的烹饪即将上演 滚烫热油瞬间使面糊变为脆爽的皮壳 内部汁水紧紧锁住 热油里几次翻滚 酥脆里包裹着焦香 焦香里掩藏着软嫩 黄金盔甲加深 这只鸡便有了气场 在泰谷 团圆饭的上菜顺序 讲究鸡打头 余扫尾 一喜美味讨一个大吉大利 年年有余的好彩头 娃娃们 音音要大吉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大吉啊 大吉大利 来来来 先跟老婆子来一块 来 陪你一块 来 给你一块 谢谢爷爷 四方十世 不过一桌人间烟火 杜胡和老伴最大的心愿 是一家人平安喜乐 衣食无忧 几百年来 太古人的家宴 就是这样在热热闹闹的打击声中 隆重开场 虽然过年时 每家的一餐一饭味道不同 但回味起来 都是吉祥如意的香甜 吉是所有美好的开始 这个源于中国古时占卜的古老词汇 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追求吉利 人们穷尽巧思妙想 相较于北方豪迈的打击求吉 浙江慈禧人则最新于细腻调配 他们追求大吉大利的方式是上门送吉 越是临近春节 王立峰父子就越是忙碌 每天开车送货 一天要跑好几趟 他们要将做好的九糟鸡送到订货人的手中 对于一个三口之家 每天二百多只鸡要做好并送出去 着实辛苦 王立峰一家制作的九糟鸡 是一道慈禧传统菜 不但是年夜饭上不可或缺的美食 更是为了春节图个好彩头 过年了 走亲戚 走朋友是吧 大家拎上两只鸡 就是大鸡大利 宋鸡在当地意味着宋鸡 这是一项延续已久的新年传统 方家河头村是一座建于明代的古村路 七百多年的历史 使得这里保留有很多传统文化印记 春节前后气温较低 是做九糟鸡的最佳时节 特殊的绝美滋味 大吉大利的新年集院 九糟鸡给当地人们带来了节日的欢乐 这个是我们历史很悠久的 希望你们开开心心进去看看 糟鸡属于这些菜 已流传了近千年 其金黄的外表透着喜气 果上浓浓的酒香 在春节享用 更有一种酒不醉人 人自罪的唇香 王立峰的养鸡基地就在古村附近的山上 为了制作春节的年鸡 已经养了八个月了 这个杂质暖养的话 它就月份不到 你要是三四个月的鸡 它这个杂质基本上没有的了 这样的鸡吃起来一进到 味道就香了 必须要养鸡七个月以上 没七个月以上就不好吃 几千只本地三黄鸡散养在山地林间 一家三口精心呵护 儿子王志谦毕业后 回到家乡和父母一起做九招鸡 有了儿子做帮手 今年可以制作更多的年鸡 经过七八个月的自然散养 三黄鸡的肉更加结实 结构和营养比例更加合理 脂肪含量低 氨基酸及蛋白质含量高 不过除了这上好的三黄鸡 制作九招鸡还需要一种特殊的调味品 春节将至 慈禧香间很多人家开始酿制糯米酒 将本地自产的上好糯米淘洗干净 用冷水泡四到五个小时 然后将米放在专用的木桶中蒸熟 蒸熟的糯米用凉水快速冲洗 将温度降到三十摄氏度左右 然后放入酿酒的缸中 按比例拌进酒区 彻底搅拌均匀以后 要在中间挖一个洞 以便更好发酵 再盖上棉被保持温度 二十天左右 上好的米酒 将为王立峰 提供特殊的糟鸡调料 这个米酒特别特别的香 特别是用旁边那个酒糟了 用这个酒糟 糟出来的糟鸡 哎呀 那是又香又盛 酒糟要放到棉布袋中 用几十斤重的石头压上二十四小时 为的是更加紧密 这压成片状的酒糟 是制作酒糟机的制胜法宝 清晨六点 妻子袁林平准时点起柴火 将从山上引来的泉水烧开 不放任何作料 清水中放入三黄鸡 沸水煮四十分钟左右便可出锅 始终不加任何作料 可以保持鸡最大的鲜味 其实到此时就可以品尝了 鸡肉色洁白 皮自然带油黄 熟而不烂 皮爽入滑 原汁原味 清淡鲜美 只需蘸上酱油 便已将咸香味道发挥到极致 煮好的鸡要自然冷却几个小时 晾干外皮的水分 鸡肉也会变得更加紧致 这是劳累了一上午短暂休息的时间 几个小时以后 一家三口将要展开制作酒糟机 最关键的最后冲刺 将冷却沥干水的鸡放在砧板上 先斩下头颈 用刀从尾部沿背脊骨对剖开 一只鸡一般要切十一块 这样每个部位大小正适合腌制九糟鸡 切好的鸡交到儿子手中 随着鸡肉上下翻飞 盐被王立峰撒到盆中 与鸡均匀融合 混合好盐的鸡块 交到袁林平手中进行装瓶 鸡 盐 酒糟 简单的三种材料 在这一刻开始融合 这个鸡里面啊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鸡的鲜味 加上盐的咸味 再加上这个酒糟的香味 三次合一 这个炸鸡的味道就出来了 春节期间每天要做200支年鸡 搅动强度可想而知 三个人分工默契 虽然稀茂 但满满的幸福充盈心间 他煮外我煮内呗 他负责送货 我负责家里看家 我打杂的 我感觉我的家庭很幸福的 我做这个锅 没有我老婆儿子 我是做不吃这个东西的 我就希望多赚点钱吧 给我儿子去老婆 一家人齐心协力制作的糟鸡肉质鲜嫩 口感异常美妙 糟不粘鸡 鸡有糟香 将新年的心愿 融入刚做好的年鸡 鸡肉的咸鲜 与冲鼻的酒香 在新春的古村中弥漫生疼 从香酥鸡到酒糟鸡 从打鸡到送鸡 新年如何用鸡来烹制美味 祈求吉祥 人们各嫌巧思 过年讨个好彩头 广东人向来名不虚传 鸡和利 都能变成再吃一口的诱惑 广东南海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激荡交融 在吃这件事情上 由谷至今 南海人都高度一致 尤其是春节期间 吃也要图个吉利 广东人讲究无鸡不成宴 在这个一年要吃掉五亿多只鸡的身份 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它的身影 鸡意味着大吉 令许多人无法理解的是 象征大利的食材 竟然是猪蛇 猪蛇我们叫猪利 就是一本万利 大吉大利 一切顺利 工作顺利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寓意的 鸡与猪蛇 这对奇怪的组合 构成了佛山人 年节期间的大吉大利 林雪波做厨师36年 走遍中国大江南北 各种烹饪方法 早已融会贯通 林雪波做菜 犹如淡定的指挥家 食材与调料在他的指挥棒下 翩翩起舞 林雪波的师傅黄赤华 有着近50年的烹饪经验 如今退而不休 受徒无数 在年轻一辈的厨师眼中 他俨然是偶像级的人物 今年春节 师徒二人准备用鸡与猪蛇 分别烹饪一道最拿手的菜肴 交流厨艺 祈愿来年大吉大利 黄赤华掌勺当地传统名菜 祝侯鸡 林雪波则烹制猪蛇 为取好一桶 这道菜的名字独具心意 豪情救赎大利 可以啊 那就这么定了啊 好啊 南海最大的批发市场 获取食材的最佳场所 这里鸡的品种琳琅满目 名称五花八门 选鸡 黄赤华的眼里不如一粒沙子 清远麻鸡 黄赤华烹制祝侯鸡的最爱 抓鸡 所以年届七旬 黄赤华依然伸手矫健 只要看准哪一个鸡 是自己印象里面可以的 那么就看准它 一个站 马上进去 一站 挑鸡 黄赤华近乎苛刻 羽毛要柔润 眼睛要有绳 机关要红润 腿要短而有力 胸骨要软中带硬 甚至连隐私部位也不轻易放过 要看 它的屁股 这个屁股是干净的 有很多的鸡 这个屁股 一塌糊涂的 浇上很多像垃圾一样的东西 还有一股臭味的 那就不行了 祝侯鸡 调料并不复杂 牛腩汁 祝侯鸡的灵魂所在 因为牛腩汁配上 这个风味呢 是有一定古特的 整个烹制过程在25分钟左右 水温不能超过100度 也就是小火烹制 过程中 掉水是一个关键技术环节 能够使鸡的内外受热温度保持一致 25分钟里 要掉水4到5次 这样出来的鸡才能滑嫩 皮爽 待熟鸡烧凉 斩剑拼成鸡形上叠 用圆枝打上琉璃芡 色泽鲜明 祝侯鸡是广东省佛山地区的传统名谣 为清代佛山名厨梁祝侯所创制 用它来寄托当地人对大吉的追求再适合不过 师父黄赤华的一道祝侯鸡 完成了春节的大吉 大利交给徒弟林雪波 林雪波多数时间埋头研发新菜品 妻子则负责照顾餐馆迎来送马 即使春节期间 林雪波小小的私房菜馆依然忙碌 给客人准备完饭菜 他匆匆赶到市场采买食材 豪情旧手大利 猪蛇 生蚝 猪手 三种食材完美体现了南海人 对大吉大利的极致追求 猪蛇力求猪式大利 主要是选择舌尖部位 舌苔要完整 最重要的是猪蛇的新鲜度 猪手图个发财旧手 要挑右手 因为粤语中左手左脚 因同足手足脚 生蚝代表生生萌萌 要选个大有弧度的 这个弯度呢 它肉比较厚 比较大块 对烹饪 林雪波看中技巧 也追求着口感的极致感受 猪手自是要全部将外皮烧焦 汗性里面是味道很重的 当你把这味道烧出来 里面的汗排出来 它味道就出来了 猪蛇的舌苔有异味 需要全部处理干净 猪蛇猪手 需要用卤制的方法提鲜入味 卤制时 水温的控制至关重要 三个小时的炖煮 各种味道得以充分融合 炖煮的同时 需要对生蚝进行清洗 用油和生粉清洗生蚝 是最传统的方法 清洗的目的是 为去除砂石与蚝肉外层的粘膜 如同太极般的轻柔手法 避免破坏鲜嫩的蚝肉 防止内部蛋白质流失 卤制好的猪蛇切片 猪手去骨 摆盘后将生蚝放入 再蒸15分钟 它这个菜 它的灵魂就是生蚝 也把生蚝 它所有的海鲜的味道 带到肉里面去 祝猴鸡豪情旧手大力 大吉大利大功告成 窗外华灯初上 屋内一团和气 有情与美味 开启了新的一年 新年快乐 大吉大利 凡事图个吉利 使中国人简单而又美好的心愿 时代在变 新春的风俗也在悄然改变 但是 大吉大利 仍然使中国人不变的新年期盼 不同的味道 洋溢着共同的祝愿 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 七选 我们在山西太阜 祝大家新春快乐 大吉大利 春节快乐 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